這個大家都用Windows7的時候 我不知道老師你的電腦裡面設過檔案 以前我們在SP之前叫做 我的文件夾 請問老師你的檔案都會放在我的文件夾 如果你是乖乖排 老實講都沒有問題 重點就是我們都不是那麼乖 會放在那裏 因為預測我的文件夾放在哪邊 知識檔 我們都會擔心說系統壞掉 我的資料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會趕快把它藏到D槽 E槽 或者隨身點裡面 那麼 當然那個我的文件夾也可以改變預設位置 只是大家平常 不見了會去改他 反正你就知道我放在哪裏就好了 那麼到了Windows7之後 事實上這個是檔案總管比較重大的改變 因為檔案總管事實上說 從Windows95、98開始 經過了十幾年 樣子看起來都一樣 各位還有印象Windows98長得怎麼樣 有 我想給你看一下 還可以操作一下 我裡面還有裝個Windows98 我們的Windows98 有沒有 在這裏面 以前 有沒有發現 跟你的Windows17長得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所以我以為你有什麼打針 那現在呢我們來看看 你如果說 我把裡面那台關機一下 把它關掉 你如果用了Windows7之後 其實你要佔用檔案櫃 因為檔案櫃它的概念就比較類似 結晶的概念 比較類似結晶的概念 資料夾 我可以來這邊 你看一下 我平常是大概是這樣子用的 它還是一樣預設就是文件 音樂這些 但是你可以自己新增一個資料夾 幫你把它對應到不同的地方去 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說因為用它內建 最大好處就是資源進化 什麼意思呢 除了檔案總管你比較方便去跳到 你要的那個資料夾以外 我們常常在存檔的時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平常在 另存新檔的時候 如果你用舊的 你像我現在這個是2003的 你是不是只能選這裡 對不對 那可是 常常因為你都不放這裡 所以說如果你是乖乖牌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都放在自己指定資料講 你是每次就要從這邊重新再找一次 對吧很麻煩啊 可是呢 今天如果您用的是 就是像我們現在新版本這邊 好我在另存的時候 您可以發現我們左手邊 我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在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檔案櫃的功能 你就可以直接指定好 你只要把這些資料假常用的就把它指定好 那時間就領過去 這樣是不是稍微快一點 開檔案也是一樣 對吧 所以你再找東西 這樣就會比較快 所以建議各位 就是說您在用的時候呢 檔案櫃 已經 長大了 跟以前不一樣 您可以到媒體櫃這邊 直接按右鍵 新增屬於你自己的 按媒體櫃 好那你增加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給他 點進去 加入資料假 從這邊加入的 就是只是一個截定而已 只是一個截定的概念 那這樣你在找的時候就相對比較容易 這樣OK嗎 可以 好 現在會用這個功能之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請問各位找檔案都能找 找檔案 我相信大家現在不是檔案 太早 而是資料太多 找不到 我就記得 有一個檔案 不是就是找不到 跟女生出門一樣 一過一打開 一過一打開 就是少那麼一件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Windows 7 如果您用的是Windows 7 因為他現在支援全文兼手 支援全文兼手 所以 您在找資料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不要客氣 我順便問一下 請問平常各位找資料 如果您用舊的Windows 10的話 Windows 10 有一個叫搜尋的功能 請問各位的那個經驗 用那個功能 都找得到嗎 很多時候都找不到 不只是找不到 而且動作還很慢 那怎麼辦 我們來試看看 你如果用Windows 7的 這個鍵盤上 那您看一下你的鍵盤上 有沒有兩個微軟的 國體 左右各一個對不對 這才兩個是左右各一個吧 你只要這個加上 就是那個原本的搜尋的那個功能 好搜尋的功能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找 好 我這樣找的話呢 他 就會找到 你看到呢 你看 有沒有幫你把關鍵字 標誌出來 這不是檔案名稱喔 對不對 對不對 內容裡面有這個關鍵字 所以你用的Windows 7 請善用 你新的工具 因為他會幫你做詢問解決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你看我這個簡報標題也不是 可是裡面是不是有這個文字 他會幫你標誌出來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你看找到 Outlook裡面去了 有沒有 郵件裡面的 這樣您清楚了嗎 那麼如果你用 Windows SP的 也不要難過 我在裡面有放一個 讓你稍微 稍微能夠 釋懷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他 SP裡面搜尋檔案總是比較慢 所以 在這個相關軟體裡面有一個檔案總管跟剪接付加強 這個裡面呢我們有幫各位放一個叫做 Editing 這個我部落格上面有介紹 這個 如果您是那個ST的 他雖然不能做全文解鎖 但是他還 他可以幫我們做檔案的這個資料夾或者是檔案裡面的搜尋 好搜尋而且速度很快 重點是很快 好 那 這個是說如果裡面有wego cero 你可以用它 好 那 詳細的使用方式其實這個不用安裝 你只要執行就好了 就只要多多兩下就好 走走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子 那所以我如果找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他會幫你做檢索 所以要一點點時間 但是你只要執行過之後當 鞭打就會出來 您看好我先讓他稍微跑一下 那麼我這邊呢先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您知道那個google google有做了改變 有沒有去年有一個新聞 幾打幾搜 有印象嗎 中文的現在還沒有 你要找英文的 什麼意思 來我們來看看 你看 如果您進到google以後 你按右下角 右下角 有沒有一個叫google google以english 有沒有 你找這邊會進到英文的google 好 進來了 所以英文google一進來之後 長得這樣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要找的是有關於template 好我先進去 先進去裡面 好 那你看喔 我如果在這邊 我現在換關鍵字 比如說我要找 我先 是網路比較慢嗎 應該不會 好 您看下面 有沒有發現我打兩次 下面就變 因為 因為我現在發現 網路收入比較慢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我關鍵字在打過程 打一個字它就一個結果 打一個字就一個結果 這個在英文網站 英文的google才有 它現在還沒有追到全球 可是你會發現說有時候其實我們 等全部關鍵字 打完 那個結果不見得是你要的 可能我在中間打的時候那個結果就找到我要的 所以 我是比較建議老師 你可以試看看英文的這個 那我們剛剛AB型呢 就有點類似那樣的感覺 就有點類似那樣的感覺 看一下 所以 好你看喔 減報 有沒有 是 但是因為 剛剛那個 我前面裡面有些資料講他還沒收入到 所以 會類似像這樣 就是說 至少可以讓你比較早 容易找到 那你看我的減報的部分 你看他找到雖然這個 但是他入境裡面有沒有減報 就符合那個 標準所以如果你是SP的 這個工具還是很好用 還是很好用的 好